小伙惊奇地发现 隔壁大叔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友 每天出门丢垃圾都要手牵手 为此小伙感到很疑惑 可是到了第二天 大叔的门口多了两个外国名女 接着隔壁房门打开 一个接一个美女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女孩走了出来 小伙一脸不可思议 他想不到隔壁小小的房间 竟装下了如此多的美女 怪不得大叔每天上楼梯 都要扶着腰上来 只见女孩们在走廊里排好队 看见大叔过来时 一个一个发出尖叫声 好像在欢迎皇帝一般 可是大叔好像一点步步意外 只见他默默转头伸手一挥 女孩们都停止了欢呼 在小伙一脸震惊中 女孩们纷纷离开了这里 就在几天前 大叔搬来住在了隔壁 每天都有快递送上门 小伙失业在家 生活还要靠女友接近 女友叫他赶紧找个工作 这天女友说要出差 就在他送走女友后 这才发现了隔壁的情况 就在小伙路过垃圾桶时 他发现了隔壁大叔丢的垃圾 整整有两大袋 小伙很好奇 他打开垃圾袋检查 发现全是罐头一样的东西 仔细一看是一个叫美女罐的东西 他发现罐头上的画像很熟悉 这不是那天那个外国美女吗 难道隔壁的美女跟着美女罐有关 小伙顿时心咬难耐 在确认隔壁没人后 他偷偷翻进隔壁查看 找到一个未开封的罐子和说明CD 做贼心虚的小伙 拿起罐头回到了自己家里 小伙得到一个美女罐 罐子上有女孩的资料信息 通过附带的说明CD了解 只要在罐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美女出生就会把你当作男友 打开罐子后 将里面的红色液体到禁浴缸 然后将盖子盖好 之后把门关好 静静等待30分钟 小伙照着说明书做好后 赶紧把女友的生活用品收拾起来 还好女友出差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浴室里传来了女孩的声音 只见一个漂亮的短发女孩出现 正害羞地看着小伙 没想到女孩还带有手机 几杯酒下度后 女孩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小伙便见色起义 忍不住从身后抱住了她 女孩被惊醒后推开了小伙 她生气地跑了出去 小伙赶紧出去寻找 女孩正坐在一旁生气 好在经过小伙道歉 女孩原谅了她 跟着她一起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 女孩就做好了爱心早餐 不过看小伙的样子 女孩的厨艺并不怎么样 早餐过后女孩去上学了 小伙感到很奇怪 于是她去仔细观看了说明CD 原来每个美女罐都有背景设置 女孩是个在校的大学生 是美发专业的学生 就在小伙认真地看VCD时 女孩放学回来了 小伙赶紧把电视关了起来 得知女孩喜欢大海 小伙便邀请女孩去海边玩 女孩听后果然很高兴 两人在海边玩得非常开心 感情也进展得十分迅速 女孩还会为小伙领发 这天小伙又看起了VCD 她发现女孩原来有保质器的 小伙得到一个美女罐 从罐子里孵化出一个女友 女孩把她当成自己的男友 两人一起去海边玩 一起去餐厅打卡 因为小伙现在失业没钱 女孩还贴心地说不喜欢这条项链 为了更了解女孩 小伙又看起了美女罐附带的说明VCD 原来女孩的出场设置 两人是在一场雨中认识 VCD的最后女孩居然还有保质器 就在女孩在沙发睡着时 小伙果然在女孩身上 发现了一个条形码 保质器就在三天后 小伙感到很失落 她轻轻地抱住了女孩 这天女孩一个人在家 她发现了小伙藏在柜子里的光盘 而小伙此时正在商店 买下女孩喜欢的项链 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等小伙回到家 发现女孩并不在家里 等她看见光盘后明白了人气 小伙想要出去找女孩 打开门发现女友出差回来 她只好强装镇定 回头把光盘藏了起来 女友一眼就看出小伙的不正常 可是她并不在意 只见小伙换衣服时 她身上也露出了条形码 原来小伙也是罐头里孵化而出的 而且这天是她保质器最后一天 小伙跟女友说有事外出 女友并没有阻止 因为她知道小伙的结局 她闹雨跑了出去 在海边找到了女孩 因为她最喜欢大海 小伙拿出了女孩喜欢的项链 相爱的两人静静地望着对方 影片也到此结束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观众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